港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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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湖如果要好 就我們本土 如果要去我們在地 如果要留下來 就我們這個鄉頭 那要看港湖 硬湖、鎮湖 看要看人流的打滾頭 那要看滾頭 那要滾頭混作很多種 太多滾 滾到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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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高滾 好一點 我今天現場拍這個太多滾 讓你們品嘗 這是台南一個 可能你從沒聽過 就算地名寫給你 你也讀不出來的小地方 如果你在這裡的某個水塘邊農舍裡 發現一群人正在泡茶走滾頭 請不要驚訝 這是他們三步時的祝會方式 只要學過幾招功夫 不分男女老少 誰都可以上場露個幾首 他們喝台灣的好茶 品台灣的真功夫 就像台灣人唱卡拉OK一樣 自得其樂 被派碱 集中 都可以見到 沒有的 小 Mam 快點 台南 是台灣最早建立的政經中心 所以他的廟會和鎮頭也特別興盛 蘇郎武術丁 伴隨鎮頭而發展的傳統武術 自然精彩分成 每個鎮頭就等同是個武館 每逢相科 各個鎮頭都得開館 進行鎮頭及武術操練的完整演出 這也是最能全面觀賞 該鎮頭功夫到不到家的最好時機 而目前我們所看到的 是台南二甲的宋江怒鎮 但是對於這樣的活動 究竟該歸類為文化、藝術還是體育 顯然都是 但卻也因此常常陷入三不管的狀態 久而久之 傳統武術漸漸被台灣社會所忽視 儘管如此 民間自發的力量 能不斷地為台灣的傳統武術尋找活路 2011年3月7日 台灣高雄機場 孫武塘的蘇晶苗老師 耐著性子 卻很難掩興奮地等待著一批 來自地球另一邊的學生 他們分別遠從南非和法國來到台灣 各個身懷武藝 大陸的蘇晶苗老師 在這裡 你怎麼會這樣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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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云林县四虹乡一个不起眼的滨海小农村 苏金鸟的顺武堂就在这个地方 这些学生都是我在1983年就是民国72年的时候 我受这个乔委会在住在南非 中华文化中心的邀请到那边去传授武术 那时候所传下来教下来的学生 那法国的部分是当时有一位法国的医生 那时候他在南非行医 后来跟我学了大概八年以后 就回法国开业 他在这位医生在法国传下来的 这些学生都是从那个时候 就一直跟着我练习武术到今天 隔天一早 广部的身体时钟尚未调好 这些外国弟子们立刻进入紧锣密鼓的武术集训 因为每年也只有这么短短十来天 可以从苏静苗师傅身上挖宝 练习武术集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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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我们当时的侨界是希望说我来教导华侨子弟 那有一个晚上我在中华文化中心教学的时候 就有四位洋学生都是高头大麻 跑到文化中心来踢馆 那当然很轻易的就把他们这个列导 所以他们口服心服 因为他们这几位来挑衅了踢馆的这几位 都是已经是别的馆的师傅 自己也有武馆了 所以就带枪投靠 过了一个月以后就来 把整个来又来找我 把整个武馆的名字要改成我的 把所有的学生 从那天开始 就变成我武馆的一份子 变成我一夜之间 就增加了好几千名的学生 The finger must higher with your nose 一 二 一 综艺拳 这是我们台湾教育部推动的一个 前面运动的一个套路 一 二 一 这套综艺拳 经苏金苗的推动 已在云林县四湖乡的国中小学行之有年 每年的四五月 苏金苗就会组织一个委员会 到学校进行评鉴 在学校推动统一教材之余 苏金苗也完全开放有兴趣的孩子 到顺武堂习武 许多让学校及父母头痛不已的孩子 在这里找到了一片天地 也完全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好 我想一下 是动作 一开始我们要做 轮盖动作 为什么 一开始我最先开始接触 国术这种东西的时候 是在学校社团 那时候是由苏金苗老师 一开始展现 要做一个全卷推广的运动 然后说我就是那一年的 刚好是国一 那我是第一批的参与者 这样子 其实我以前小时候 是个非常不爱读书的孩子 测身是为了闪躲攻击 然后拉长也真是抵下去 做这个攻击的动作 我觉得练武术前跟后 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说 思想观念上面的启发 练前跟练后 产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老师一直跟我们观念 会运动的孩子 照理说要更会读书 因为你有更多的体力 更多的精神 你看我们打套路的形式 其实过程中 包括身体的配合 其实都是一些 非常困难的动作 那你如果脑筋 脑筋不过灵活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去完成这些动作 你没有办法周身配合协调 所以说照理说 会武术运动孩子的 他的脑筋 其实应该也是很好的 我现在读研究所 就是学身心力结合 要如何用最快速 最安全的方法 然后就训练出 最好的训练成效这样子 因为我是从这边出来的 我觉得说 这里我获得那么多东西 我必须从外面学到东西 我要回来回馈 让这边孩子更好 不过其实接着球最猛 他有动作打完之后 一定是会先定个床下 刺激而动 看看接下来的状况 是怎样才去做 其实国武术这种 这种东西 对我们台湾来讲 是 可以算是国粹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 却因为这种 这种 这种 家长希望就是说 孩子读书才有出席 这种观念上 然后之后慢慢的 还有东西很多 慢慢开始失传 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 其实只要不是坏事 我觉得 努力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事物 是一件非常 让人家感觉到 身心愉悦的事情 对 你看 他们为了要学习 国术 他们还是远从 南非法国来这边 然后之后跟老师请教 这样子 我觉得这种精神是非常值得 我们去效法 应该是非常する 这双方 对 应该是发展的 每一步都是发展的 我们应该是发展的 相对 同时 应该是发展的 OK Disability 这间心理 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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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因为这些都是已经都是师父级的,教练级的,所以写起来很快。 如果我们不写的。写的记者记得已经很多了。 可以告诉我一些详细吗? 详细吗?我喜欢你的详细。 这些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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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苏金苗,除了教这些外国弟子新的套路和技法,更安排他们多接触在地的传统文化。 因为,若没有相应的文化内涵之称,很难学到传统武术的精髓。 这是秦林吗? 秦林? 不是。 不,没有。 是他们有九个儿цomme。 九个儿 de。 他认为不分类。 其实跟不同的性负转。 所有小学生习续必要尝开。 对。 exhibit也很稽园地学好。 您涼在讨 Goods! 你们知道 Lean?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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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All the money All the money never stop Every day Every day Every day You touch this You also can study very well And your pong will be very well So quickly Oh You should do iron pong OK 很快 很快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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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博老師 大學教授 又是自身的武術家 可謂是文武合一 好有請 任教於東海大學的郭映澤教授 是目前台灣進行傳統武術田野調查的研究者中 功夫下的最深的 一生的好本領也是戲出名門 他身兼台灣武藝文化研究協會的理事長 經常扮演兩岸武術交流的重要橋樑 為台灣的傳統武術尋找新的舞台 2009年 在郭映澤的奔走下 促成了兩岸武術交流比賽 海峽分台 海峽兩岸傳統武術交流大賽 開幕 郭映澤 號召了台灣近40個武術團體 前往廈門參賽 這也是了解中國目前武術發展的大好機會 根據中國官方統計 中國大陸共有161個權重 但過去近20年來 中國官方把力量用在標準化的競技武術上 著重肢體的美感 卻忽略了傳統武術的本質 至於台灣方面 由於傳統武術長期受到漠視 一直到2011年 官方才委託郭映澤調查整理 結果 竟發現台灣有200多個門派 而從台灣傳統武術發展歷史來看 以雲林的一些老門派 影響最為深遠 就西羅七線的系統 清晰堂為例 創管於1886年 全數典藏相當豐富 單單一套太祖拳 就含有100多種套路 據傳 這套太祖拳 源自於宋太祖照匡印 極有可能是目前 所有中國武術中 最古老的一套拳法 連中國大陸地區 可能都早已絕跡 好 那麼再來 我們可以看一支 台北來的八卦獎 那麼太極拳、八卦掌、行義拳 是中國的所謂的三大名拳 特別八卦掌 在台灣比較少見 那麼這一派的八卦掌 陳派高士 非常的特別 非常的優雅 那麼也很有名 特別它裡面好像聯合國 全世界各地的人都來 我跟各位講 其實我研究過他們 可是他們都實在太多了 他們的這個門派博大精神 可以說在八卦掌的傳承裡面 非常環境 那台北不一定找我們 任何演武的場合 只要能找來郭映澤這部功夫活字典 從旁全市 就會大大增設 好 那麼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我們在地 台湾的軍頭 由我們這個 上港有名聲 下港有出名 人稱 咖哩紅茶口 黃黃燕黃老師 喔 他以前的上港 所以打軍都穿 穿上的紅茶口 那麼最近 他將這個 我們原來一種 河軍 叫羅漢化河 本來大家不知道 淹沒在歷史的塵埃裡面 結果他把它發掘出來 並且把它發揚光大 交了很多土地 來 我們黃黃燕老師 來我們鼓勵一下 嘿 我們陳理事長 來電視討 我們威嚇 我們吃醋料 才還有的威嚇 這個鵝鵝鵝鵝鵝 面對各門各派的武術 郭映澤如鼠佳珍 對於台灣武術發展的脈絡 恐怕也沒人說得過他 這個中國大陸的體育連見 有把陳老師的飛鶴保留在裡面 就是說 這個是一種很特別的鶴犬 那剛剛有記者朋友在問 問我說台灣的武術門派有多少 我們台灣在地 我們說南派 南派就將近百多種 那北派就是 民國八年 和老兄爺 那很多都做兵的 佛梨裡面的鼓手 港府很好 所以說我們可以發現 我們台灣武術是很好一個文化 蘇老師今天能夠親自為我們示範 我們會覺得很廣采 因为他们这一派名门正派家大业大 他是他们这一派全世界的一个总会长 太极拳是目前台湾传统武术中 发展最为兴旺也最组织化的 在台湾六十多年来的推动下 学习着遍及全世界 杨家老家的这个太极拳是从1944年到45年之间 由我们那个泰老师王子和从大陆带到了台湾 那个时候刚抗战胜利的时候 所以他被派到台湾来做教育的工作 这个时候他就顺便就把太极拳落根在台湾 他把这个太极拳接细了中国五千年的文化 从儒家到家到现在的佛产 几乎都纳入了太极拳学习的一个理论领域里面 那现在几乎是遍布到全世界 要将太极拳推广到全世界 没有真功夫可是行不通的 得依不同国家的国情施展不同的本领 那我发现日本人有一个特色 你必须要让他幸福的时候 他必须要很多的这个积极的这个教育 他才会比较觉得你的公务是值得他来学习的 慢慢去感受那个太极拳这样训练的感觉 他一按过来 那种感觉 那变化当中 旁 朋友正旁有侧旁 到美国去我的感觉是 他们不一定是要施展 可是他们要讲理 道理为什么这么做 就是说你必须把他用科学的这个语言 把他分析的很清楚 虚 我到欧洲去又不一样 他们需要的不是那一种理论基础 我是那个形式的美 展现出合乎那个道家的精神 为什么叫做精气神 你这个东西跟道有什么关系 太极选你为什么要谈到这个跟道有关系这样的层面 到北京大学教学 他又另外一种层面 因为在文革文化大革命以后 这种文化传统文化几乎是不落实 所以他们非常希望有那种文化的底子 那透过太极犬 那我们不是教他太极犬而已 我们还教他这个回归到传统的中国人的思维 所以教他们拿香来拜这些略代的太极犬的祖先 还有祭文 为什么要拿三支香 这个天地人之间的关系 他们就发现 他们以前是不曾拿过香 拿起香来 对这些祖先告慰 或者对这些祖先 起一个自己的志愿 他们觉得非常感动 甚至很多学生都流眼泪 两个长变成一个长 那种感觉 从太极犬当中 苏千彪所领悟到的 不只是权力 还有文化 哲学和艺术 曾经扮演 租名太极系列重要推手的收藏家 陈秀崇 还特地前来向他洗衣 所以我们跟老师上课差一点多 但我们就可以感受到 他的每一个语言里面 他所表现出的那个思想跟内涵 在说什么话 那他可以 我们在心想作品的时候 就无形中 就会跟我们有一种复应 好像心理上跟他有一种对应 这种感觉 哦 百合亮世 所以这两个是一动一镜的象征 一个动一个镜 那动静就是个太极的很美的一个基本原理 那两个动静造成一个生命的互动流通 从意识角度来说 他是有原创性 然后跟全球性的这种意识创作来说 他也有他的个人风貌非常强 然后在我们东方上 他也有我们这个太极这种精神 就是呈现在这意识这个层面上 曾跟苏清彪习役十年之久的石雕家董延山 在苏清彪的鼓励下 目前正积极创作另一个太极系列 董延山想尽其毕生之力 追求行破流空四个太极境界 不过目前还处于行的阶段 是说我们可以对不一样的层次都会表现 所以它可以无限的表现 这种也是我现在 是说一四十几年的那种那种 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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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经验 来这做这个 毕竟要来做这个太极系列 台湾的太极拳知系相当庞杂 但主要以阳式和城市两个体系为主 近年来更主导着两岸太极拳的交流 中华文化的代表应该是 我觉得应该是在台湾 太极拳虽然从大陆传到了台湾 这种这块土地非常质朴的 能够在台语里面就是 它非常古意的这样子一种 回到了传统精神面的这样的一个学习 那如果能够把这套的模式 变成台湾的文创 一种艺术性的 甚至比较传统性文化层面来看待的时候 那再把这套技术传播到不止大陆而已 我想世界上要认识中国文化在台湾是比较落实的 少林 武当 空童 清晨 这些武侠小说中耳熟能详的门派 2010年在鸿门总会的邀请 即台湾武艺文化研究协会的协助下 来到了台湾 所以文化的交流 相信对于两岸和平发展 有相当重大的意义 少林是创建在公元495年 南北朝时期 其他门派我不敢说 少林无数 愿于民间 所以它也属于民间 作为武当开始传承 它分成了南北两宗 不管是南宗也好 北宗也罢 它都是道家 易经 这种哲学思想 通过身体变化的一种也罢 大家一般认识 很多人一说说起青春拍 大部分是从金庸的武侠角说里面看到的 就我们练的功夫呢 跟金庸先生写的那个功夫是不一致的 空虹武术呢 发源于甘肃省平梁市 在这个第一代祖师飞鸿子 那创编了就是八个门的武术 尤雷寺是一个武术短兵器 尽管中国大陆有些门派的真实性 遭到学术界的质疑 但从文创的角度来看 确实薄有卖点 这也促使郭应哲开始思考 台湾的武术文创又该怎么走 于是他决定在2010年底 举办了台湾武术节当中 导入新的元素 这个活动可以说是无数界的一个创 最近几年我们在台湾武术文化协会 郭应哲郭艺事长 以所有的武术文化我们的鼓励之下 请大家掌握出文化、艺术、学术的力量 这一次我们将武术结合了音乐、摇混 以及我们传统的古代戏 来让吸引所有的青年朋友 他们的餐 让我们的武术更加有活力 更加有未来性 在我们台湾的这个本土文化 原本、文冠和武冠 就是以前的这个庙会文化的主要的两个资助 我们说以前的文冠是南冠、北冠、丁丁 今天摇滚乐不是文冠 1、2、3、GO 目前台湾的大学生 有非常多的摇滚乐团 像这次就有28个团体 来到老年 而且素质都相当高 所以若能将武术和摇滚乐相结合 或许就能为传统武术的传承 找到新的出路 此外 武术结还特别邀了高雄精英阁来站台 因为能让布袋戏友 这么灵活地打太极拳和罪拳的 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就是我们以夜温来讲 就是我们以夜温的服装造型 或是它的动作 所以其实我们的动作跟一般的布袋是不一样 它锁网可以动 好,注意看它的脚 它的脚是跟我们人一样的 一尊我可以两个 两到三个超好是在表演 好,来 开始打 第一个是 人家说 牵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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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代表台湾的特色是什么 布袋戏跟哥仔戏 所以说我们是代表台湾去外蒙古 然后还去加拿大 都能都文革华表演 真的吗 有没有看到我们的纪彦表演 要知道 骑马射线而已是我们发台湾 发台湾的分团修丛 好 身体发动一定就是众地求求 看起码 但是我们一去表演 我们就是白阳他们的成吉思汉 外蒙古他们的汉王 他们的成吉思汉 的故事骑马射线 還當場布袋戲 抽劍射箭 他們蠻嗨的 來 完全沒有本身水桶 好 來 好 來 水桶 水桶 1 2 3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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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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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的变迁 传承遇上了瓶颈 我已经辛苦砍了两个小孩 大家都很幸福 大人起来 吃头肉 吃头肉 伸手 不甘愤 外国砍了一堆 砍了一堆 然后砍了一堆 为什么砍了一堆 比我说他的小孩来 让我们的顶头刷砍车 刷肉糊落下 现在他们老婆说 叫他大银不通 走去砍车 砍到砍车都没有 今天去买砍车会辛苦 原因就在这儿来了 我们这些都这么传统的 都煮到粿 也都保留得很好的 都保留得很好的 有啊 有 一方面的就是那些 他们做到这里的胜了 都会有感觉 就会有感觉 跟我们的经典大门 都会有 种种因缘忌讳会 社区庙方找上了 正修科技大学的刘文臻老师 希望他能带顶学生 传承宋江师证 你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 就是听鼓声 为什么说要听鼓声 因为宋江正是从战场 明金吉鼓 所以他是铜锣靶加鼓声 听鼓在指挥 那在参加了七年的创意大赛之后 发现我们还是唯一的 是这样子跟学校跟社区 是紧密结合的一个团体 那事实上我们在成立这样子的工作室之前 我们曾经很审慎地要去思考 他有没有 有没有未来性 可是我们发现是有的 算不错 第一次学就能这样子 好来自己掌声一下 但是我們別忘了 大陸那個方向 他的學習太快了 在十年前到二十年前 我們從來沒有聽過說 大陸那個地方有宋疆症 但是當台灣這幾年在發展之後 現在大陸有宋疆症 不是沒有 是有 他們也會說以前就有了 我們怎麼可以跟他講歷史的東西 沒辦法跟他講歷史 我們就要回到最原始 你的理論架構是在哪邊 所以我們如果沒有早一點 做這些理論基礎的東西 人家拿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啞巴吃黃蓮了 是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是覺得我們發展得很好 其實我們素質發展得很好 我們硬體沒有人家快 它太快了 它就像八戶一樣 可是有些東西沒有辦法塑成 絕對沒有辦法塑成的像這些東西 那我們應該把我們發展的部分 我們擅長的部分把它強化 高雄大華社區的宋疆施政 寄望學生透過工作室的經營進行傳承 台南二角的宋疆陸政 則能沿用瞎傳 落到了年紀不過二十上下的張瑞娟身上 這第三代 第四代 第五代 傳到我可能是因為哥哥他們都就是 哄動 所以他們都就是可能男生比較愛玩 哥哥他們比較愛玩 對啊 然後就他們比較沒有心去學 張瑞娟憑著家傳太祖拳 考進了文化大學國術系 這是台灣唯一的國術系 以傳統武術的傳承和發揚為訴求 張瑞娟雖系出南派 卻刻意追隨唐仁平老師學習北派傳統武術 希望能兼容南北武術之所長 自己會給自己壓力 就可能爸爸他們不會給我特別大壓力 可是自己就會想說 就是要發揚光大這樣子 對啊 就是不要講到發揚光大 就是講得好像很什麼重要 沒有 就是自己也想要就是傳出 就是把這種東西給讓其他人知道這樣 對啊 自己會有這種壓力 以前我胖胖的 就比較沒有那麼瘦 然後就是上了大學練了這些東西之後 真的有變瘦 就是就會還滿開心 因為女生就是愛漂亮 就會想要自己瘦一點這樣子 對 然後是還滿正面的 就會想說如果心情不好 就來沖個幾趟這樣子 一年級我的重點是放在龍 因為那時候就是體力比較不好 就想說龍剛好可以練自己的體力這樣子 然後二三年級的話是學整腹 因為想說就是可能以後也有可能會開武館還是什麼 然後就想說如果小朋友或者是就是學員什麼受傷的話 可以幫他們就是稍微的弄一下這樣 吳鴻翔老師也是畢業於文化大學的國術系 靠著一五雙修 曾在英國擔任足球隊護理員長達五年 我們就是可能就以武術的一些動作 還有力量傳導 還有一些體位法 然後去配合 然後把它的伸展延展性更好 然後甚至可以達到它的疼痛點降低 然後讓武術表現或運動表現 操控性、靈活度、精確度可以提升 國術館可能是只有在台灣才看得到的另一種台灣元素 至今能在台灣民間發揮著跌打損傷的醫療功能 也是武術界臥虎長榮的所在 你看我媽媽的手一動還是這樣 起來的話 還會來 他都一樣 我兒子都一樣 咳一下 都這樣 因為那個力道 他就可以攻擊 像他這樣的話 他可以攻擊我 因為我連進 那一彎道有很軟劑就可以打 好 而且他可以連什麼 我叫我彎一推他 他就來公司行 我幫他回來 這個 對 對 我幫他 對 對 對 劉金龍父子三人 便是石賀全的高手 據史料考證 賀全 原創於福建泉州永春的方七娘 大致可分為 非賀 明賀 術賀 即石賀 幾個系統 這個 如果要看古老的賀犬 我們說 台灣的武術有它很古老的傳承 有它很優秀的記憶 而在賀犬的傳承上 台灣所保留全種子完整性 堪稱獨步天下 但隨著時代的變遷 要靠一身武藝來養家活口 可是越來越難了 學習武術究竟還有什麼出息 溫冠博 將武術和調酒相結合 走出了一條獨特的路 我在調酒這方面 也是因為武術也帶給了我 在調酒界更不一樣的發展 因為我將我學的武術的東西 融入在調酒之中 然後在調酒裡面 創造一個新的風格 然後別人沒有辦法去模仿 做不到的一個獨特的風格這樣子 溫冠博的功夫調酒 也曾受邀在台灣武術節的開幕中演出 好 那麼這一段呢 武術的調酒 在舞台上表演的就是 由清澈慧跟鎮修科技大學 溫冠博同學來做的演出 哇 也是他特地為我們這一次的表演 所訓練出來的 各位謝謝你們的掌聲 溫冠博非常的厲害 就讀於鎮修科技大學 健康與體育休閒系 四年級的溫冠博 是學生 也是老師 每個星期三下午 溫冠博都會固定到素德加商 訓練該校的調酒校隊 此外 他還是個舞者 身兼慣例舞蹈團的副團長 及武術老師 而這段慣例的招牌舞馬 鍾葵嫁妹 正是融合了武術的元素 現在等於說變成是 要把一些所謂的陣頭 因為鍾葵的話 也是在台灣民俗裡面 陣頭是一個表演性質 然後我想說把這個東西 拿到劇場畫 那這個是在全台灣來講的話 應該是沒有人做過 在武術跟中國武功來講 做結合 他的所有的爆發力跟力點 就跟一般的舞蹈東西 比較不一樣 因為舞蹈的東西 詮釋的東西 他可能就是比較 就是一巴 就是自私的東西 如果我們加入武功 那個武術的元素來講的話 他的可看性 就比較跟一般的 舞蹈東西不一樣 然後再來是有點加入 像一些街舞的元素 當中有一些是 有點街舞的元素在改變 如果說注意看的話 就是可以看得到這樣子 就是用一些比較 創新的一個教學模式 就是比較說 有趣的方式 然後把武術融入在舞蹈裡面 然後慢慢的讓小孩子接觸說 覺得不錯 然後再慢慢的從這個去 給他們一些正確的觀念 然後再慢慢帶入到武術這個區塊 然後等於說讓他們覺得說 從玩的方中 可以學到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可是一個可以學到說 就是武術的傳統的精神 大家鼓勵囉 哈哈哈哈哈哈 被歐洲阿鐵評為世界八大編舞家之一的 無垢舞蹈劇場藝術總監林立貞 則是進一步將武術的元素內化 成了東方身體文化的養分 在由內而外發展出原創自在的舞蹈風格 因為我感覺這個東方的就是中國的身體 是藏在中國的藝術裡面跟武術裡面 在戲劇裡面 它是幾千年來一直是這樣的工作 林立貞透過定 進 鬆 成 緩 進 這與武學相通的六道心法 讓舞者開發自己的身體語言 林立貞透過所有的舞蹈一定是從內到外 它主要不是要做姿勢有動力 或者不是動作有多棒 而是不管任何動作它都是成立的 沒有好看的動作或不好看的動作 這些動作都從你自身的真實本性裡面出來 它本身就有動能之處 所以不是在那個美麗的表面 其實 無垢的武具 教 所呈現的張權蟹鬥 正是台灣本土武術發展的重要誘因之一 十七世紀陸續來台的移民 為了爭奪或守護土地 資源 往往都得靠武力做後盾 隨手可得的鋤頭 板凳 樣樣都可當武器 而台灣的鎮頭文化 也跟分類蟹鬥脫離不了關係 廟會是感受台灣鎮頭文化和武術的最好時機 就在順武堂這些外國弟子來台期間 臨近了拱範宮 正好有場盛大的廟會 蘇靜苗也藉此帶領他們經歷一次難得的體驗 太棒了 你不要讓你倒點盛開 哦 沒錯 每個人都可以 每個人都可以 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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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演 也是一種精進武術境界的一個機會 Let's welcome 順武堂 蘇靜苗 一不做二不休 乾脆也接受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的邀請 帶領眾弟子們到博覽會現場做了兩場表演 來 掌 請大家掌聲鼓勵 要學用心功 請到陰縣四五香 找蘇老師 來 學習 現在 朱欣甄 蘇師傅 要 用咖啡廠 強炸武功 把這一支扁桃頂彎 來 撲到現在把它吹起來 要不然 你不要穿過喉嚨怎麼辦 这个旅程非常有趣,因为我们第一次邀请到台北 international flower show,我们做了功夫的展示,我们也可以走过来看所有的美丽的 things at the flower show.第二个非常有趣,我们被邀请到一个 temple to do for the buddha celebration, and we were part of that. It's the first time in all my years that I was part of this type of thing, so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and also a great honor and privilege to be part of it. For the first time, everybody comes together. Master Su, Shifu, our teacher, South Africa and friends all together. So the family side is becoming really stronger and bigger. And after we can see also that the village, the all the people just come, open arms and take us. No problem. We are not Chinese, we are Western, but there's not a problem. They just take us. A lot of friendship and a lot of kindness. So we really feel like a family now. All together. Yes. This is the really special thing that was coming out of this training session.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all Sunatang students to come here to see Master Su and to see what Master Su is all about. Why he is a who teaches Kung Fu the way that he does and why we should teach Kung Fu the same way, in a traditional way. And also to experience the culture and the Kung Fu atmosphere that is here in Taiwan and in Yunlin County in Master Su's village, Guangzhou. This is not the last time that we will come. So we will come many times in the future again to further our knowledge and to learn much, much more from Master Su and his brothers. the士 to he has? I need to get this everything out of you. Come! 你會不會把我帶走 好 我想看看 我不會把你帶走 我可以把你帶走 你跟Tommy是... 對不起? 你很美 這是很好的經驗 這是什麼我們已經很久沒有練習 真正在有過愛的祖母 才能夠尊重這件事 這樣做的就是我第一次 希望不會是我最後的 離開台灣的前一天 依台湾人的热情 这天晚上 免不了要来一场欢送会 尽管有人感慨 台湾的武林就像一旁闪杀 但话说回来 却又一杀一世界 历历皆精彩 所以这些书金苗的弟子们 一定会再回到这座 迷人的功夫宝岛 心中你看不见 看着远方的黑雅 大声的手里里实现 Welcome to my world Welcome to my journey 就让我们趁着年轻的梦 那单的飞翔 跟着音乐 请上这个梦 这次的梦 就是我的梦 这次的梦 也就是我的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